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咱们继续暗黑破坏神二代高清版,今天是冰法的噩梦第四章流程 第四章的任务比较少,所以基本上不用跳过什么,咱们从头大概可以录制到尾 我过关,打完暗黑破坏神咱们再看装备了,因为我装备实在是没什么更新 近几期看下来的呢和第一章也差不多 先去找一座儿,路上的小怪也要打一打 你之前在评论区的小伙伴讨论过,说这个冰法要多少级进地狱 那以我现在的级别来看呢,大概57级左右就要进地狱了 但有的小伙伴觉得60级近还不太把握呢,那我就要多打一打这些小怪了 好,这就到绝望平原了啊,我的天,电魂 电魂这个怪啊,要是在地狱到的话就够我黑虎的了,但是啊,好在现在是恶梦 可以和他们打一打,就是他们现在打人毕竟不疼 这如果到了地狱,我的天 就这种场景啊,就赶快飞过去就完事了 还疼吧,现在600多起,啊,你看左边啊,这个特别粗 就说明很多只 就是,刚才那个如果两轮的话我估计我也受不了啊,反正就是这个啊 给了好多蓝瓶,很体贴啊 我这个版本箱子比较大 我这个版本箱子比较大 我一般你搜索到的资源都是普通的箱子 因为1.14版它兼容性虽好,但是插件非常区乏 哦,这就到一座尔了 这座版我是在游侠BBS那个区下道 现在应该还有效吧 一座尔抱了把黄金疙瘩功 这就不错了 知足 那如果经常看我暗黑视频的小伙伴都应该知道 所以我MF的效率呢,你就是看见什么知足就成了 不要去生气,你会气死的 两个技能点,这个技能点呢,我要开始发展火系的技能 对,因为冰系的现在看起来还可以 上期跟大家说了 咱们要练一个双修的 冰火双修 你想,单级练双修的肯定会乏力一些 但单系的就没什么搞头了 单系的谁都会练,对吧 双修的呢,就要辛苦一点 但我还是喜欢双修的 我还是喜欢双修的 技能点够的话,三修都可以 可惜不够啊 条件所限 规则不允许 挺遗憾的,总之就是 在下边吗 双修之城了 哇,入口好近呢 这几个,给我轻一下 现在就可以憧憬一下了 暗黑破坏神会给我爆什么东西 毕竟是噩梦的呀,噩梦的 老沫儿就可以出很多日用品 暗黑破坏神更不在话下 希望给我出点好玩意儿 尤其是我缺一把 雇佣兵的好枪 他现在拿着华宁的长刀 要了命了,要了命了 这马上地狱了,华宁的长刀肯定玩不断 实在不行,我可以到牛场去碰碰运气 看看能不能搞到 五个孔的高一点的枪 然后给他枪一个 搞个荣耀之类的 这里怪好后 升级啦 对,上一个任务的技能点我还没领 一会领了一起加可以 评论区里我有看一 经常一伙伴问我是哪里人,哈尔滨人 有的时候听可音听不出来 但我偶尔还会蹦出一点东北方言 看看铁匠在不在这边 现在咱们的B魔法打Boss都很快 一会儿呢,我可以把我的背包里放一点紫药 然后再去打阿黑破爱神 这样他放红电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用正面钢塔 这样打阿黑破爱神噩梦的我估计也就10到15秒就能推倒他 可以试验一下,到时候可以查一下 10到15秒 我也不想这么快啊,但是为了给大家演示,知道 平时是不会这么快 这边看来是没有 咱们走错分支了难道 是 往上走呢,往上走就要进 下面站踩了吧 在进庇护所 那应该是在地图的东侧了 这个地图这次 结构相对比较简单 左边是废的 上面是废的 右边就是砸石头的地方 砸石头 看他能出什么符文啊 看他能出什么符文啊 他冰冷戏不笑啊 那我虚弱他还是好用的 小狐身符一个 这算是给我出了东西 这已经算是给我出了装备了 这还有怪 把这清了咱们再砸石头 要一个相对安逸的砸石头环境 小弟枪壮多了 看一下出个几号完美骷髅 我出了个科 这个成了 毕竟是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箱子里的装备已经导给别的号了 今后如果练什么职业的话可以继承一小部分 但其实怎么说呢 大家也之前看过我箱子里的东西都是垃圾啊 全都是垃圾 那也没办法对吧 好咱们加加火球 这样到了地狱争取呢 遇到冰冷戏不效的能用这个火球来捶它 但效率你就不能保证了 咱们可以前三张仍然使用单细的 洗成个单细的 四五张呢再来双戏的 禁难所到了 传送神经 进门就让我滚啊 进门就让我滚啊 那是不可能的啊 不存在啊 可以 可以预想一下 我到时候在地狱打这的时候多么费劲啊 希望地狱之前或者是地狱前三张 搞两个敲单之石 一个马拉护符或者塔莱夏护符 棍呢来个警戒之强 我需要马拉护符 衣服来件海蛇皮 没有马拉护符 头盔来个军帽 哎呀 我这过过嘴眼就算了是吧 我每次来这我就是习惯 到这之后一共三个方向嘛 到这就往左拐 肌肉记忆了 每次都是先搞混沌大臣啊 得小弟扑街了 但我今天长得还是挺坏的 有好多boss啊 我这小弟怎么扑街了呢 而且踩个力量光环 我回去把他 嗯先把这个解了吧 好多药瓶 这就是药瓶啊 好多药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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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药瓶了 我再没拿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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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10体素 这边怪多 上面那也下来了 一场误会 我想一会再收拾你们 好多诅咒歧视 头上的诅咒状态是少不了 你再小心也避免不了被诅咒 我已经受伤挺严重 好在没挂 诶小弟的诅咒没了 光诅咒我啊 开关先打开 好然后咱们先扔这个 遭遇他的队伍之前 他已经挂了一部分了 挂了吗 灰龙皮靴 白的 太吸气之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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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量600度 开城 哦 被你再传进来 这个也仅限噩梦了 这地狱如果传进来就 估计就铺鸡了 这里把腰瓶整理一下 哎 小弟铺鸡了 腰瓶整理一下 为了一会儿和暗黑坏神高正面 就是说 他放红电的时候咱们不躲 看看用小子瓶能不能撑下来 噩梦呢应该可以 这样提高击杀他的速度 吸气之王闪电系无效 闪电系无效真的是非常恶心 小的时候 打闪电系无效的怪 无数次被蹦死 也不是小的时候 我接触这款游戏都18岁了 来上了啊 时间 我放红电了 大概10 1秒 13秒左右吧 爆了个 绿帽子 还是什么伊森哈德的光辉是吧 还是闪着光的绿帽子 简直王德发 那好吧 本期呢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啊 这个我的装备还没什么变化 希望下一张能有进步吧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time ね